因為陳明通 今天又提出了自己的版本嗎 在比對上來講 沒有啊 就是沒有抄襲啊 你怎麼看 那個蘇宏達老師他那個恐嚇 去年10月有一個案子 就是說在他臉書上面留言說 他是開殯葬業的 說什麼可以幫蘇老師 什麼算半價啊 等下 然後那時候蘇宏達老師有去報案 然後不起訴 不起訴 這是那個恐嚇的部分 那這個案子 不管陳明通怎麼寫 今天陳明通 這個東西都是硬拗啦 都是在鬼扯啦 因為去年台大學人會 曾經證明過的事情 他現在還在強調 還活在他的民通宇宙 那你是林志堅不認罪是合理的 為什麼 他怎麼可能認呢 他怎麼可能認呢 陳明通不認 但是 導播你叫做那個 陳明通比對的證據那一張好不好 那陳明通也是早有準備哦 有沒有 他有比對了一張 告訴大家有沒有 林志堅的研究 這個研究初稿 早就在什麼 早就出現在這些文字敘述當中 2016年2月1號就已經有了 來 我很簡單啦 在台大學人會就說了 余振煌有一份叫 2016年1月28號的版本啦 陳明通不敢拿出來啊 哦 陳明通說2016年1月28號 余振煌的版本 什麼內容很單純 什麼什麼沒有什麼內容什麼的 他不敢秀 他不敢拿出來比對 對 說穿了就是心裡有鬼啦 這很簡單 根本不需要看他這些啦 而且你看這個 他扎比對的結果 你反而證明了 余振煌把注釋藏起來 你看 你就看那個第一頁第三 那個余振煌7月份那個碩士論文下面那個 有括號什麼楊婉營 最後一段下面 最最下面 有什麼楊婉營什麼什麼 括號括號 為什麼在前面兩個版本都沒有 因為余振煌習慣就是 引注的這些這個相關的注釋 我最後寫 就這麼簡單啊 所以這反而證明了余振煌說的 他律師說的 他他在給這個陳明通的版本 沒有那些注釋 然後呢陳明通直接把這個版本拿給了林志堅 完全合理 就這麼簡單 陳明通硬拗只是為了保管位 但是這個比對的部分 導播丟出來 這個余振煌的律師也提出了更多的比對版本 總共是33處 33處啊 3處就已經夠可怕了 不是13處 33處哦 大家看到字數人跟被告 這個碩士論文的這個比對 這個是余振煌的 這個是林志堅的 葉樹等等都有 編號也都有 那紅字的部分呢 就是一模一樣的 就是一模一樣的部分 大家可以看到 比例很高 好 這是一張 我不給大家這個細念了 來 導播還有對不對 有沒有 好 兩邊 余振煌的部分 林志堅的部分 有沒有 紅的就是都是一模一樣的 這個部分呢 這個辣碗報 我們在去年年底的時候 有拿出來一個字一個字的 我唸出來給大家看 內題如果大家沒有跟上的話 可以回看 那個節目內容非常的精彩 而且非常的完整 因為我的看法是有沒有抄襲 其實要眼見為憑嘛 不能這個聽雙方的講法 自己拿出來看就知道 這不是抄襲 什麼是抄襲 這不是抄襲 這要複製貼上對不對 這不應該叫抄襲吧 它就是一個複製貼上嘛 大家知道 你這個有沒有 Copy這個Ctrl V C這個貼上很快啊 幾秒鐘的事情一模一樣 還有對不對 各式各樣有沒有 我都不給大家唸沒辦法唸 就是紅字的部分就是一模一樣 來 再來 好 那我們再回到 剛剛這張主視覺 所以這個 我覺得這個 陳明通也很聰明 他看到了余振黃的律師 提出那樣的一個比對之後 他也提出了他的一個 比對的版本 他比對版本 就是像剛剛這個 楊敏講的 他是選擇性的隱藏 有些部分他沒有講出來 那柯建民今天也說 率先喊出保留了 他說有關林之間的 預算提案都保留 到時候院會再來表決掉 大家覺得很可怕 這原因是因為1月10號 立院審查國安局的 預算的時候 國民黨團提案 要求陳明通道歉下台 到此刻為止 我覺得他能夠屹立不搖 也真是台灣最大的懸案 這個大使你怎麼看 吳子佳認為陳明通完蛋了 台大有很多校友會發動攻擊 繼續攻打陳明通 結果他會很慘 他會很慘嗎 你覺得呢 我覺得看他自己怎麼看吧 有的人重視自己的名譽 跟他的這個 人家對他的評價 那我認為 他的人家對於他的名譽 對他的評價 他已經是完蛋了 可是他如果他的重點 不在乎的話 他在乎是他有沒有 保住官位的話 那他是可以保住他的官位 所以就看他自己的一念之間 不過我覺得社會 對自有公平 一個社會基本上還有最低的道德 是非底線 不過他這樣做的話 我覺得 我覺得 我不曉得他會不會後悔 可是以我們這個 一般的這個 是非論斷來講的話 認為他已經 他作為一個教授 該有的最低的這種 人格上的一種完整性 還有作為一個 這個公認人物 應該有的一個 這種誠信的這種態度 然後另外一個就是說 支持近忽勇的這種 我們對他可能要求太高 那更是蕩然無存 所以看他怎麼說 他可以保住位置 可是他的形象完蛋 確定是一個冤案 他在幫自己洗腦 你知道就話講多了 你就會承認這是真的嗎 那余政皇的這個臉書也PO嗎 黨我們剛剛的造句有沒有 你跟上了嗎 黨聯合公司要攻我嗎 要戰就來 就是受到了壓力 壓力排山倒海而來 自製了比對的表格 有沒有33處一模一樣 那林志堅的律師嗆他 像男子漢一樣站出來 他說因為他是調查員嘛 工作的關係不變出來 未來法官如果有需要傳訊的話 沒問題啊 他可以出庭啊 好期待啊 那余政皇的論文也都有這個 都有引柱 標示引用 國內外的這個學術期刊 但是林志堅的論文當中 引柱全部不見 這個蔡委員也是博士 你來看一下 這個案子大家都覺得 不是已經結束了嗎 結果因為這個 陳平通的一句話 又再起波瀾 天啊是怎樣 這個他 跟他的這個愛徒 我們看到這個 還是認為在這個政壇上 應該會有一個 美好燦爛的明天是嗎 其實余政皇也好 林志堅也好 已經不是那麼重要的事了 但是對於陳平通 他現在還是國安局局長 他要嘛就自己 自請到法院作證 以證人的身份 因為證人如果證詞造假的話 那個是7年以上有期徒刑 那這個請問一下 陳平通教授 願不願意接受這個作偽證 或者是作證的考驗 這是很確定的事情嘛 他願不願意 第二個呢 是最重要的是蘇鴻達 台灣我想自從1950年後啊 我沒有看過國民黨或誰 有去找一個這麼大咖的台大教授 到警察局被調查局寒送 沒有看過 這麼大咖的 而且他到底犯了什麼罪 對呀 然後現在為了一個審查論文 又要被這樣的威脅恐嚇 什麼啦 我們台灣容不得這種大牌教授的存在 是不是 他不是一般的大學教授 其實陳平通也不是一般的大學教授 台大 國發所 這麼大咖的教授 如果你今天是說什麼 那個什麼核存技術學友就算了對不對 他不是 這是一個有高度社會名望 跟代表性的一個職務 那你民進黨要嘛就自我踐踏 就像陳平通 要嘛就踐踏他人 像孰宏達 那你民進黨對於一個 知識殿堂的尊重程度這麼低 你這麼鄙視知識殿堂 那請問你 你民進黨還有什麼存在的價值 所以在他的定位當中 這個事情就是一個醜聞 對吧 對啊 你可以這樣搞嗎 以前這個胡適在怎麼樣的 這個修理這個國民黨 國民黨屁也不敢放一聲 這是過去的例子是這樣子 那國民黨當時也只敢抓雷正 那個不是教授的知識分子 他是澎湖福澎喜萊登酒店 推出的海皇鮑魚干貝XO醬 小小一瓢啊 可是有大大的學問 裡頭有很多像是呢 這大干貝就有很多像是這20多種的胺基酸 其實對於你人體之間是非常有效的 因為它裡面有稠蛋白 也是加分再加分 這些這麼大就還要在一起 還是可以混成 雷尾 陈子 有酒的 有酒 有酒